但是我最后一次见你 再后来 你被调到别的地方 从此就再没有联系 原来我是一个宫女 可是一个宫女 怎么会得到皇帝赏赐给妃子的衣服呢 这是皇阿玛赐给妃子的衣服 我希望在大婚之日 你能穿上 以为记妃子在天之灵 来 穿上试试 我想起来了 衣服是你某个阿哥 在大婚前送给我的 收取他阿娘的遗物 哪个阿哥 或许是十三阿哥 我记得 洗黑从大牢出来时 拿的是婉袖的衣服 你不要呢 那么 书绣的一定留给了免费娘娘 可他们为什么要换衣服呢 姐姐 姐姐 请说敏儿 不能给姐姐请爱 你已经是将死之人 我又何必在乎这些 算起来 妹妹如宫也有十四年了吧 只可惜你到今天 都没有懂得 人言可畏 如今 你落得如此天地 谁你也怪不得 你只能怪你自己 姐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身为皇上嫔妃 竟然私自与宫外男人私通书信 你说什么 我所做的 只不过是让那封行物归原主 你想到 竟然被皇上负责 我一直以为 我一直以为在这个宫里 只有姐姐心里还有爱 真是没想到 爱 什么是爱 我早就已经不相信了 我现在只知道 我要保护皇上 保护我自己 你应该庆幸 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威胁的人 我永远忘不了 十四年前 我身怀六甲 我最需要皇上在我身边的时候 是你 是你把他引诱到你的寝宫 让他看你变先 把看得痴迷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不会再继续忍耀下去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我还有孩子 我要保护他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受到任何危险 活死 伤不足心 只是十三二个 只是十三二个他还小 我们都是母亲 将心比心 我求求你 你放过他 我求求你 你不要伤害他 这个衣服 只有袖口有不同 其他的都一模一样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你在走的时候 干干净净 曾经的我 到底是怎样的人 要和谁玩婚 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他在走的时候 他们都要成功 可不得了 我会让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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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让你做的